中秋短緣限時好禮1加3 9月假期抓準時機 即雅芬來一聯軍一骨飯骨 我們再創家機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稍微停你3個月的時間 挑戰元兔最狂陪你賺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N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專專線 02251 0777 02251 0777 中秋限時優惠 前十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益檔隱藏翻倍股喔 喂 妳好 歡迎收看股市1.0 我是總委 今天台子集結算 外資壓低結算 台北股市間失守半年限 尾盤收跌171點 收在21678點 成交量3280億元 今天盤盤是如何分析相 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選擇永成國際投估的 許玉琳分析師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盤面上的觀察 先來請教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目前面臨降息倒數 而且現階段FED 到底是要降兩碼 還是要降一碼 眾說紛紜耶 今天的一個大盤 形成了下跌量略增 而且在禮拜一 雖然指數有一度的 站上月線之上 但是我特別告訴大家 美中不足 量能不夠 所以今天又再度的跌破到了 月線的關卡 而在降息倒數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在問台積電 鴻海該如何來去做操作 拉回來它是買點 還是接下來該怎麼操作 你才能夠賺到最好賺的利潤 而在縮量的過程裡面 我們如何去尋找到 盤面裡面最強的股票 我要告訴大家 尤其9月份10月份的一個 集團作帳的行情 這個叫做團結力量大 右下角法人加持的個股 該如何來去做挑選 今天的節目非常的重要 那這樣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今天的CPO 林漲股重達又再度的形成了功高 但是功高是賣點還是買點呢 等一下會有獨家的交戰 而在今天上全形成的N字 轉折在工的同時 低價的CPO 我認為接下來要特別去留意到印太 而永光我如何幫大家 掌握到最好賺的一段 而達新材料在這一波創高之後 法人持續鎖定誰 等一下會有第一手的分享 而在百德今天功高之餘 機器人相關的大贏為 蒙利有望來去做根據 來 很多人都在問1.0 如何從生活裡面去尋找到標的 如何從生活裡面去尋找到 像來EKY200多塊錢的好買點 而這一波的CPO的林漲股之一的聯軍 我們如何在拉懷的過程當中 第一時間來去做一個買進 那我也很感謝有節錢 很多的好朋友們打電話到我們公司 而且有很多的好朋友們 加入一點的行列 更有很多的好朋友們 續約再度升級 所以反應太熱烈的過程當中 中秋好禮1加3 我在加碼最後一天 我說了喔 加碼的最後一天一定要特別把握住 最後一天的最後名額的一個呢 起掌拉懷的關鍵 那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在縮量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都說 潛水無大魚該如何來去做操作 我今天在東升盤中連線 特別拿出我的獨家實戰PAPO 尤其特別去關注到集團作帳的加持 尤其右下角底部型態 法人有來去做逢低流逸的個股 那當然今天有一個現象 也就是電子股資金的比重 在盤中一度降到6成以下 但是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那電子股資金比重呢 最後收盤是來到61.1 也就是說如果這幾天 電子股資金的比重 連續三天降到6成以下 你非電的資金 就要來去做一個提升 所以資金的配置 可以從原先的532來到433 如果不知道怎麼配置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1點的Light 小老鼠OK178 小老鼠OK178 來問1點0 那當然我也還要特別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是積極的投資朋友 還是穩健的投資朋友 它呢取決在於你的操作的策略 如果是積極的投資朋友 記得要買關鍵的突破的點位 那如果是穩健的 沒有辦法時時刻刻盯盤的好朋友們 在亮縮回測關鍵支撐有手之際 就以限估來去做一個 分批布局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右下角法人加值的個股 那特別呢 如果你是積極的投資朋友 要特別去留意到 高溝周轉率的相關的個股 而高溝周轉率相關的個股 在低檔法人有買 主力有布局的話 它容易有一波上攻的行情 而CPO的領頭羊該看誰 集團加持的個股 我認為接下來要特別去留意它 那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如何open 如何解鎖 我會放在今天light的首頁 那我也說過 其實呢在這一波日元升值的過程當中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日元的套利資金 它影響到全球的股市 我其實在8月份的時候 特別幫大家錄製一集 當日元升值的過程當中 誰能夠受惠 而還沒有訂閱 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一點的股市 一點你許玉玲YouTube頻道好朋友們 記得訂閱 按讚跟分享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明天FED即將要開獎 而市場上面到底有沒有做好預防措施 而目前降兩碼的概率 竟然比降一碼的概率還高 來到了65% 是不是代表接下來FED會降兩碼 到底會降兩碼 對於股市是利多 債市是利空 還是呢 另外債市是利多呢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我認為呢降息前後 如果你是穩健的投資朋友 有一些的ETF它會先手再勾 尤其美元弱勢的過程當中 避險的概念你可以focus誰 而在目前潛水無大於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先避開全值的電子股 買進防禦性高股息的個股 而債券的部分呢 以投整債為主要的首選 而這份馬賽克的ETF的資料 來 我也會放在Lid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第一個你跟上1.0的盤中指令 第一個你可以發現到很多好股票 第一時間出現的好買點 甚至它在拉虎來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上車佈局的加碼機會 我會帶著你提前來去做掌握 就像1.0散場從生活裡面去做選股 我用心生活我也用心選股 當來一KY上市沒多久 我就發現到原來來一KY 跟Adidas有重要的關係 而第一時間我們帶領我們的家人 來去做布局 而Adidas從籌碼集中度的角度來看 千張大戶的持股 前十大股東的一個部分 都高到了八成以上 那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第一時間來去做200多塊錢的布局 來一KY持續的震盪攻堅 持續的往上噴發 那當然在這一波大盤修正 4700點的過程裡面 來一KY也有拉回來 但是拉回來你看不懂 它是一個機會 它是一個買點 所以我們在300塊錢以下 又再度的加碼布局買進 那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來一KY又再度的換手 之後的再勾 拉出一根長勾 這個就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那我也說過我這幾天的一個操作 我會在大跌的過程當中去布局標的 尤其在大漲的過程當中 去逢高獲利賣出 我手頭上有賺錢的股票 這個叫做靈活坐價差 帶你創造波段的利潤 那除了來一KY之外呢 來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12字箴言 請你把它記清楚 在那行期大跌的過程裡面 我一定站在買方 但是呢 尤其在節前 沒有量的過程裡面 短線急掌可以先做價差 而今天呢 老實說 今天剛好是台子期結算 很多呢盤中 創高拉升的個股 是應該要先站在賣方 尤其這一波指數來到了季線的關卡 我是如何第一時間來告訴大家 我急掌先站在逢高獲利的一方 而我是如何說 我是如何做 來 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來到季線位置的同時 我有賣股票 我有站在呢 獲利的賣方 來去做一個呢 把最好賺的利潤 先放在口袋當中的一個操作思路 因為1.0不是死多頭 我也不是死空頭 但是我懂得把最好賺的利潤 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很多大好朋友們 面對現在的行情不知所措 因為不曉得什麼股票該低階 什麼股票該高賣 那我也說過 我也不是死多頭 我也不是死空頭 但是股票市場 它有操作的節奏 就如同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當你掌握到一點的盤中指令 這一個標的也就是永光 股票市場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我帶你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而且我在擊掌的過程當中 帶我們家人創造出最好賺的價差 而這一波的永光 我們也是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一個切入 尤其在兩週之前 永光還沒大漲 而且大家都還沒注意到它的同時 我也透過了比較分析 三綠三升 股價位置點還在20塊出頭 我們第一時間來去做切入 切入之後的永光 形成的亮燈 形成的功高 但是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今天的永光 我認為在擊掌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把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裡面 這個就叫做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也謝謝我們所有李林家族 家人對一點的支持 這一波反應真的很熱烈 尤其中秋一加三 好理不斷 反應太熱烈的過程當中 這一次加碼最後一天 我也說過中秋團圓限時加碼 最後一天 今天要特別注意一下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最後一天的一個呢 最後的前十個名額 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呢 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等你打電話進來 尤其在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股票我都幫大家準備好囉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你一定要知道是 台積電的技術論壇 它帶動很多 尤其是矽光子的個股 形成飛躍式的成長 當時候第一時間呢 一點就幫大家掌握到 林掌股當中的聯軍 以及落後補掌當中的一個 重達KY 那還沒有訂閱 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的好朋友們 記得幫1點訂閱 按讚跟分享 第一時間幫大家 從實戰鄰居的角度裡面 幫大家掌握到 聯軍甜甜的低階的好買點 甚至這一波 在大盤重挫了4千幾百點的同時 聯軍回測到支撐 百元附近又再度的讓你 來去做上車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去做佈局 而且呢 聯軍從財報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 第一季由虧轉贏 第二季叫大幅成長 第一季大幅成長5成以上 所以他搶攻矽光子 也全面搶攻AI商機的過程 當中我們第一時間來去做卡位 我們也第一時間來去做佈局 那當然我也說過 在聯軍吉拉的同時 我也會帶著我們家人 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這個叫做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那除了聯軍之外呢 這一波的一個資金 它跑到了重達KY上面去 其實我要特別告訴大家 重達KY呢在禮拜一亮燈工 上掌停板之後 注意一下它的周轉率 當衝隔日衝 它其實是有的 所以在今天吉拉的過程當中 我要告訴大家 正乖離過大 你可以先在創高的位置點 在百元以上來去做 分批獲利弱貸的動作 這個也叫做呢 一檔賺完再賺一檔的價差 操作空間 甚至這一波的硬太 它呢也算是CPO 切入到的低價位的個股 它通知NVIDIA AMD 以及INTEL的一個部分 切入到矽光子 以及AI的商機 從月K線級別的角度 它打出了一個W大底 而且月KD又在形成了 一個50以上的金插向上 今天拉出一個長紅 以長紅低位有手不進 來當作是第一階的觀察要點 甚至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 如果你是穩健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波若薇 來到月線 來到季線的關卡 你都要偏多來站在賣方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那我也說過這一波 反應真的很熱烈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我也特別說了 這一次是加碼最後一天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這一次呢 最後一天的最後前十個名額 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張隱藏的翻倍股 尤其在今天台紫棋拉回來 跌破月線的同時 股票我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跟上1.0大跌大買的操作思路囉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打擊詐騙 真的你可以打電話到1.0的公司 來做確認 1.0的公司的電話是 02-2511-0777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我不會在臉書 我不會在IG私訊敲你 邀你入群還免費爆你股票 那個100%都是詐騙集團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一波在呢 美聯儲確定降息到底降一碼兩碼 大家爭論不休的同時 誰是美國受惠降息的一個呢 受惠股 我認為2062的喬村 今天遇到前高 形成的震盪拉回來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從越K線級別的角度 它打出了一個叫做 複合式的大W底型 所以呢 來到前波低點遊手 跟上1.0買點的布局 所以這一波的喬村 該如何買進 該如何切入 跟上1.0盤中的指令 那除了喬村之外呢 1.0認為這一波 大盤還在走複合式的一個 底部形態 所以你要跟在1.0的身邊 大疊大買 小疊小買不疊不買 那今天剛好趁著台子期結算的 同時就是你接下來 跟在1.0的身邊 來去做布局 就像這一波 八字頭的台積電 我第一時間 帶著我們家人 來去做布局 八字頭的台積電 在大盤大跌千點的同時 我第一時間 帶著我們家人 來去做買進 結果買進之後 台積電沒有馬上漲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以過往的一個呢 除息的行情 它當日秒填息的概率是很高的 所以呢 在這一波台積電 來到季線的反壓 955的同時 我也把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叫做短線做價差 而且長線 帶你創造出利潤 一檔台積電 你可以發現到一張 你跟著我買進 你可以創造出7萬以上 10張的台積電 有進有出的一個結果 能夠創造出 70萬以上的一個 價差操作空間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那我也說過60分鐘級別的角度裡面 很多人都在問 台積電 下一個買點該如何來看 我們來看60分鐘級別 我既然能夠在8字頭幫大家 掌握到台積電 那當然接下來的台積電的買點 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我認為這一波大家特別去留意到 60分K當中的 這個60分K當中的KED指標 KED指標在20附近形成的金差向上 這個也代表是以技術的角度來看的話 台積電就有機會再度挑戰前高 甚至在禮拜一大漲的一個紅海 今天形成的壓回來 但是注意一下 目前的一個紅海在KED指標 它試圖打出雙腳 所以在KED20附近能不能夠形成指紋 而且轉折向上 是接下來紅海布局的操作 所以我才會說F4的實彈操作思路 問台積電 紅海 聯發科 以及廣達 如果你有的人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 OK 1788 小老鼠 OK 1788 來問最懂F4操作的1.0 那我也說過 其實台積電這一波 我帶領我們家人在8字頭布局 在季線附近來去做一個短線架差 賺錢落袋的動作 甚至這一波的蒙力 注意一下蒙力這一波打到了季線 而且這一波的季線 它兼具著玻璃基板 兼具著機器人 兼具著COAS的三大利基點的過程當中 在量能出現的同時 它就會形成了挑戰前波高點的一個走勢 甚至在這一波蒙力 第一時間幫大家掌握到好的買點 幫大家掌握到布局的機會 而這一波的蒙力 我們如何去創造出價差 所以我還感謝我們所有領領家族和家人 在週一反應太熱烈的過程當中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今天加碼最後一天 我說過加碼最後一天 明天不會再有 而加碼最後一天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你三個月的時間 今天趁著台紫棋拉滑的過程當中 股票我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前10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趕緊打電話進來 在台紫棋之後 我會帶著你去掌握到這一波的來意 甚至聯軍的一個起漲複製的關鍵 那我也說過 如果你是屬於那種 今天漲你也擔心 跌你也害怕的好朋友們 1.0的盤遣響線報 你一定一定要加入 那很多人都說 1.0你盤遣響線報到底如何看 如果你現在還沒加入1.0的 Light好朋友們 記得記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認證的帳號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我也說過 其實在今天盤遣響線報的過程當中 在禮拜一 台股站上了月線 我也說了 美中不足 量能不夠 今天還會再測試月線 但是測試月線它是好事 它剛好符合著1.0大跌大買的策略 那你要去想 今年就今年的角度 第四季是最好賺的行情 而且今年19662不會跌破 聽我講一遍 19662今年不會跌破的同時 大跌大買 跟上1.0反市場的操作思路 股票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例如CPO 例如台肌 例如工具機 該如何去掌握到盤面的口袋名單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甚至這一波從大盤的角度來看 今天在回測月線之際形成了一個 量能增溫 但是量能增溫 標股如何來去做找尋 所以我才會說 9月份以美股的態勢來看 它震盪的概率很高 但是第四季通常表現很好 選購上漲的概率甚至高達了 上至兩年以上 高達了兩成以上 甚至在第四季 台股都是最好做的行情 上漲的機率高達了一個 九成以上的幅度 所以我們在八字頭的台積電 第一時間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掌握 在季線的位置點 來去斷到最好賺的利潤 而F4當中的台積電 紅海 聯發科跟廣達 該如何操作 該如何買進 該如何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記得在Lite當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來問最懂 紅F4操作的1.0喔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一波 你跟上一點的盤中的節奏 操作是有一個密碼的 那我也說過這一波的達星材料 在這一波整理之後 形成了換手之後的再攻 但是我特別說了 達星材料已經連拉5天 不要去做積極追加的動作 如果出現了長黑爆亮亮 可以適時的來去做 停力出場的動作 甚至這一波的上拳 形成了轉折之後的再攻 回撤到半年線之際 可以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低階佈局 還有百德 他也算是工具C的領長骨之一 在越K線級別 打錯圓虎大底之外 在關鍵紅K有手之際 就可以來去做偏多操作 甚至這一波的康權電訊 又回撤到起漲區間 回撤到起漲區間 接到印度大廠的大單 它是一個機會 它是一個買點 記得跟上1.0盤中的指令 所以我才會說工具機 如何超級比一比 如果這一波 你沒有掌握到工具機 大贏為這一波 回撤到90塊錢附近 可以來去做一個低階佈局的操作 但是有些股票你要先站在賣方 就例如就像龍澤科 在今天形成了1.0高盤空方量 激漲先站在獲利的部分 甚至健害在短線正乖離 過大的過程當中 可以採取先高賣的策略 還有這一波的政績 在連續急拉的過程當中 正乖離過大可以把最好賺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所以為什麼要跟在1.0的身邊 來去做掌握 就像這一波的來EKY 我們掌握到第一時間的好買點 就像這一波的聯軍 我們掌握到起掌的關鍵 所以我才說反應太熱烈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我說了今天是加碼最後一天 加碼最後一天 明天絕對不會再看到 因為最後一天的最後前十顆名額 打電話見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尤其今天趁著台子期結算 大跌大買的策略沒有改變 跟上1.0 接下來布局大賺的機會 等你來電囉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 回來繼續請教玉玲老師 歡迎回到股息點鈴 再把時間加給玉玲 親愛的朋友們 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集團作帳 團結力量大 而這一波大家要特別去留意到 選新不選就的概念 尤其東元集團當中的 林光光臨行程的功高 洪家軍集團當中 誰是拉回來布局的一個機會 來特別看過來 那我也特別說過 在集團右下角 法人加持的個股 該如何來去做挑選 可以投呢高 高周轉率的個股 層次CPO 還有集團加持的個股 來去做一個著重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甚至在日圓套利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訂閱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的好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所以我才會說 在明天 將會去公佈到 已經像兩碼一碼的過程當中 你的資金 該如何來去做配置ETF 哪些ETF會先手在攻 這份馬賽克資料 也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林光我們錄製了60秒小影片 而林光又再度形成了上漲 光臨的部分形成了複合式的底部 而以色的部分拉回來去做留意 為什麼要跟上一點的機會呢 因為來EKY 第一時間來幫大家掌握 甚至聯軍在第一時間 出現好買點的過程當中 也幫大家創作出價差的機會 反應太熱烈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大家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這一次加碼的一個時間 最後的時間 最後的倒數 最後的前10個名額 記得跟上1.0買點的佈局 尤其剩著今天台詞騎拉滑的過程當中 跟上1.0大跌大買的一個機會 前10名打電話記得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面股 加碼的最後一天的最後名額 趕緊打電話點1.0 等你一起佈局囉 選擇平均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勝利我們再會 中秋桿園限時好禮1加3 9月假期抓準時機 即雅光 藍役聯軍一骨飯虎 我們再創家機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稍微給你3個月的時間 挑戰園兔最狂陪你賺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端封線 022511077 022511077 中秋限時優惠 前1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背股喔